请问 狗咬吕洞宾 咬他干嘛呀 俗话说 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也不知哪条狗这么不开眼 其实不对呀 狗咬说的可不是狗 这是一个人名 有相传 说这吕洞宾在成仙之前呢 有一个同乡好友 叫狗咬 说这位呢 家境贫寒 但是他勤奋好学 吕洞宾很是欣赏 就与他结成了异性兄弟 平时呢 这吃穿用读啊 上学念书啊 都是吕家供着他 说到后来 吕洞宾有一朋友 瞧着这狗咬是一表人才 就想着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狗咬也听说 这位小姐啊 那也是相貌出众啊 行吧 满心欢喜 一口就应下来了 可是吕洞宾一琢磨这事 不成 说这狗咬呢 正是年轻有为之时 如果说过分贪恋女色 那岂不是误了大好的虔诚吗 于是乎呢 就跟这狗咬商量 说这事儿 你看能不能推了 狗咬这时候满心都是娶媳妇的事儿 哪儿顾得了这么多呀 大哥 您说这话 您这不是回我呢吗 吕洞宾这一看 得嘞 拦也拦不住 兄弟 你想结婚也成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狗咬一听 有什么要求 大哥您尽管说 吕洞宾说了 结婚可以 你做新郎 我入洞房 狗咬都愣了 我做新郎 你入洞房 咱俩谁结婚呀 大哥 您送我金银 送我彩礼 我谢谢您 可您不能送我一片草原呢 我这头顶上一片绿 这我哪儿过得去 可吕洞宾不管那些 你要不同意呀 这会儿你趁早拉倒 别结了 要说这狗咬心也是真大呀 一咬牙 一跺脚 行啊 大哥 那就按你说的办 一连三天 到了第四天头上 狗咬回来 这小媳妇坐在床头上 在这儿哭啊 好嘛 哭的这叫一个伤心呢 你要是不喜欢我 你娶我干嘛 你把我娶回来 你又把我放在这儿晾着 整整三天呢 你理都不理我呀 这日子没法过 我也没法活了 狗咬上前细询问 这媳妇把这事一说 哎呀 一拍脑门 大哥这都是为了我好呀 感情这三天呢 吕洞宾可没干什么斜的歪的 怕的就是这狗咬 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狗咬心想啊 这才是真哥们呀 这份情就算是记下了 说是心悦交替 日悦轮换 过了好几年之后 一场大火 吕洞宾这家里边 可是烧了一个精光啊 可谓是家道中落 而这时候的狗咬 依然是金棒提名 小日子过的那是真不错 吕洞宾先琢磨 有困难找朋友啊 是吧 找我那好兄弟去 你得帮衬帮衬我呀 到了狗咬家 说了 兄弟 你看能不能借大哥点钱 狗咬呢摇头晃脑就俩字 看吧 你这世界是不借呀 耗了大半天就这俩字 吕洞宾一瞧啊 得嘞 好一个忘恩负义 一肚子气拧身就走了 他这出来心琢磨 我这还上哪想折去呢 得嘞 别管怎么着啊 先回家 跟大家伙相礼相亲的说说吧 再另寻办法 吕洞宾自打着出来 沿着河边往家走 这脚发沉 眼发昏 走了有大半天的功夫 才回到了自己家中 而一回来 瞧见家里边这个热闹呀 怎么着 没有披红挂彩 却是白不做饭 这是发丧出病才是的东西啊 哎呦 这家里边出事了 吕洞宾这根深进步 把这门一推开 就见家里边这老老小小 跪地一堂啊 好家伙 这是怎么地了 房屋正当中摆了一口棺材 棺材上架着一灵位 上述三个大字 吕洞宾 吕洞宾一看 这是谁闹的恶作剧啊 还嫌我这一把大火烧光了家财 不够惨吗 一顺手把旁边那斧子抄起来了 上千两三步 啪 一斧子就把这棺材给劈开了 说这棺材硬生裂开 里面哗啦一下 却是躺出来了无数的金银珠宝 满满一棺材呀 哎 吕洞宾一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上前戏棺桥 就见这金银之上啊 有这么一封书信 把这书信打开了一瞧 上面写着这么几句话 说 狗咬不是副新郎 陆送金银盖家房 你让我去守空房 我让你去呼断肠 说到这儿啊 大家伙明白了吗 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这个典故啊 他可和狗扯不上半毛钱关系 而说的是朋友之间 默默付出的真感情啊 Born for EDM Born forDM Born forDM